音乐广煞千万间,是无数乐音纵横交织构建而成。 音程是两个音高之间的距离。 可以说,在向上的旋律音程与纵向上的和声音程中, 两个乐音之间的结合是音乐最基础的组织方式。 也正是由于音程的结合,音乐中出现了最小的音响性格单位, 鞋合的、不鞋合的、扩张的、收缩的、融合的、紧张的。 自然音程王国有大、小、纯、增、减五大家族。 小音程家族中有小二度、小三度、小六度、小七度。 大音程家族中有大二度、大三度、大六度、大七度。 纯音程家族中有纯一度、纯五度、纯四度、纯八度。 增家族有增四度、减家族有减五度。 除了增四度和减五度以外, 所有的增减音程都属于变化音程。 构成不同家族音程,需要具备两个关键条件。 第一个是度数,是指两音之间的距离。 也可以说是两音之间包含的基本音级的数量。 第二个条件是音数。 两音之间所包含基本音级的全音、半音数量。 通过度数与音数,确定音程的姓名。 音程度数与音数对照表。 音数不同,使音程具有不同的性质。 音程度数与音数对照表,就像是一个密码本。 可以通过度数与音数的对照,迅速确定音程的性质。 音程的转位规则有两条。 第一条是,音程转位后,性互相调换。 性指的是性质。 比如,大、小、纯、增、减。 其中,大、小、增、减可以互换性。 纯音程转位后,也还是纯音程。 第二条规则是,互为转位的音程度数相加为9。 负音程是指两音之间的距离超过一个八度以外的音程。 负音程的性名分为两个部分。 名由两音实际度数为准。 负音程的性,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得出。 也就是,实际度数减去一个纯八度。 八度上方二度音到灌音之间音程的性式,就是该负音程的性式。 等音程是指由等音构成的音程。 等音替换会出现三种情况。 第一种,两音都被等音程替换后,音程的性质和度数不变。 第二种,两音都被等音替代后,音程的性质和度数发生变化。 第三种,只用等音代替其中一个音,音程发生变化。 第三种,一音程。 第三种,一音程。 一音程。 三简单。